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博弈升温之际高调访问俄罗斯 并积极推进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议程 让人不理看花甚至引起不小的舆论 对此安华重申 大马在与各个大国打交道时 不管是面对美国、中国、俄罗斯都不会选边站 将保持中立为我国带来益处 今年大马政府表明将申请加入俄罗斯和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集团 这也是安华这次官方的重要议程之一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安华在接受俄星社和俄罗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马来西亚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合作将为国家经济带来好处 他说美国依然是马来西亚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 但我国也积极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甚至是欧洲以外的国家 像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 他认为这将对我国有利 此外面对西方国家与中俄的博弈 谈到大马为何不选边站时 安华则强调我国不想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他说大马与各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因此与西方站在一起对抗俄罗斯 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利益 他强调马来西亚无意站在西方那里来对抗俄罗斯 具体来说安华认为应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而不是站在西方一边反对俄罗斯 他反问这对大马有什么好处呢 无论如何与中国和美国相比 大马与俄罗斯的总体经济合作有限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我国第一和第三大的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去年分别为4,508亿令吉 与2,502亿令吉 然而大马与中美的双边贸易都有所下滑 至于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去年虽然只达到142亿令吉 但却相比2022年增加了15.6%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正爆发战事 当被问及对于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来对抗俄罗斯时 安华回应说 马来西亚不支持任何增强军事力量来攻击其他国家的行为 安华表示 我国的立场是和平 因此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增强国防和军备来攻击任何一个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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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